去年夏天 北京国安的比埃拉租界加盟拉斯帕尔马斯 合约稀释半年 在上半程十三场西蚁联赛当中 他累计斩获十例进球 两例助攻 几乎凭借一己之力 将球队从基分榜的下游 直接带到了升级区 为了重返西甲 拉斯帕尔马斯主席 拉米雷斯和主帅佩佩梅尔都劝说比埃拉留下 但是尊重合约的西班牙中场 还是在年初返回了北京国安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 比埃拉就前往了阿利坎特参加北京国安的训练 而在通过冀州岛和清迈的集训 他又找回了自己最佳的状态 亚冠小组赛第二轮 国安在客场1比0战胜了青莱莲 比埃拉助攻王子明破门 多次创造有威胁的进攻 可谓是因为无法入境 他没有参加在云南昆明的训练 最近这段时间比埃拉只留在西班牙 除了日常训练之外就是陪伴家人 而据拉斯帕尔马斯主席格尔拉米雷斯的证实 比埃拉将会在合约到期之后返回母队 至于说比埃拉只要是 他说啊 至于比埃拉呢 他只要结束自己的中国之旅 就会再次回到拉斯帕尔马斯 效力的话 如果说真如拉米雷斯所言呢 那比埃拉将第四次穿上拉斯帕尔马斯的黄色战袍 并最终实现母队退役的诺言 各位 您对于国安又一个坏消息 怎么看呢 欢迎说出你的想法